今天的这门养生课呢 我们是请到这个郭医师 郭博士 他是一个中医博士 郭医师来跟我们大家来报告 来报告这个养生课程 郭医师除了是在取得博士以外 他也是在国内那边也是一个医师 也有医师的一个执照 他在湾区里面进行很多的议诊 他现在也是白水大学的中医学院的院长 所以呢那个学经历还有这个资历 还有行医都非常的丰富 那后学在这边就不耽误我们这个郭医师 以大家时间 那我们就有请这个郭医师来跟我们开始来分享 这个中医的养生课程 好那郭医师就交给你了 谢谢黄讲师 黄讲师太客气了 后学其实很年轻 那个经验也没有很丰富 所以就 后学能讲到多少就讲到多少 不会太专业 就是希望能够后学讲的东西能够帮到各位前嫌 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是跟各位前嫌分享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按摩的手法 这个手法呢 它的好处就是 只要您这样按它来做 第一个是可操作性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体质 您是哪里体质比较虚弱 或者是说您的那个体质偏寒啊偏热都可以拥有 不会有副作用 所以说后学想把这个简单的按摩手法跟各位分享 我这边分享一下屏幕 各位前嫌可以看到后学的屏幕吗 可以的可以看到 好我们先来从这个人都二脉说起 后学小时候在看那个古侠片的时候 然后总是听到那些古侠片里面提到打通人都二脉 可能就是各位前嫌在生活中可能不知道人都二脉在哪里 但是如果看到看过这些武侠片也知道人都二脉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那个都脉这条线呢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人体这个后背的正中间 人脉呢就是在我们人体前面的正中间 那个那古侠小说他所提到的这个打通人都二脉 其实就是让这两条经脉比较通常 比较顺畅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医里面 跟这个经脉巡行有关系的 就是这两条经脉呢 它其实都是起于我们的包中 这个包中大概的位置就是 中医养生道家所讲的那个丹田的位置 大概在那个位置 他俩都是起于这里 然后刚才说都脉 它是在我们身后运行的嘛 那他就起于我们的正中 我们的包中 然后他就开始往后走了 然后人脉呢 他就往前走了 这个走走到哪里呢 这个都脉 他会运行到我们的人中学这个地方 他会到这里 其实是我们的上唇细带的位置 平交学 他会到这里 然后这个人脉呢 他运行到我们的下巴克这个位置 所以说 后学可以画一个图 画图的话 这边找个画图工具 这是我们一个小人吗 这是他的身子 然后这个丹田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人都二脉呢 他就是起于这里的 那都脉呢 他就这样往前往下 然后就寻形于我们人体的后背 然后呢 他就这样绕过来 然后运行到我们人中学稍微往下一点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把上嘴唇揭开之后 他这边有一个细带嘛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 那人脉呢 他就往我们身体的前方寻形了 然后他也是可以往上走 然后刚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 然后就停了 打通人多二脉 既然想让人通二脉通了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两个经脉接上呢 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小窃门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舌头抵着上额 因为我们嘴巴 嘴巴如果是说话的时候 或者是正常闭着的时候 其实嘴巴是有一点点空隙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舌头抵着上额呢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我们的人脉 跟我们的都脉就接上了 所以说在打通人多二脉这个部分 这个点呢 其实就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要让我们的舌头 常常是抵着我们的上额的 关于这个舌头抵上额 另外孙思苗他其实也有提到过 他认为呢 这是一种就是养我们人体肾阴最好的办法 大家可能在接触 如果对中医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最常听到的就是医生说 哎呀你这个睡不着觉 经常心烦那五心烦热 手脚心手脚心有点灼热失眠 很有可能是肾阴虚 那这种情况除了我们去吃那些什么枸杞呀 还有什么麦门冬啊这些药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做的就是打通人多二脉 舌头底上额 舌头底上额之后呢 其实是有很多唾液会分泌的 那这些唾液的话 我们就叫做金金玉液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营养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 大家就可以把它咽下去 那咽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就可以想 就是把这个唾液 你就感觉它就把它咽到我们淡田的位置 可以分三口咽 那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滋养我们身影的方法 可能就是各位前嫌在我们就是手旋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顺便就把这个动作加上 手旋的时候呢舌头底的上额 然后呢如果有唾液分泌出来呢 那就想象把这个唾液咽下去 咽到哪里 咽到我们淡田的位置去 分三口咽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打通人度二脉的过程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面 既然是打通人度二脉 武侠说了那么重要 那刚刚说连上了 舌头底上额连上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也一定要让这两条经脉足够通肠 只有经脉足够通肠 气血才会运行的比较好 那这两条经脉通肠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条经脉 其实应该还是人脉更重要一点 并不是说毒脉不重要 而是两个经脉相比的话 让我们的人脉通肠会更重要一点 那在我们的人脉 他的这条巡行上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血位 就是我们常常练功的人会说到的 就是淡田 他们两个虽然都起一包中 然后这样往上巡行 在人脉这条运行上 或者是在我们中医的这个人脉的这些血位上 就有一个血位就叫做官员血 还有气海血 大家一听官员 气海呀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血位 官员气海 所以说打通这条经脉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这个人脉呢 他除了他这条经脉上巡行的血位很重要之外呢 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阴脉之海 阴脉之海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经脉 人体是分为很多 就是人体是有很多的经络系统嘛 这些经络系统呢 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分为 有的属羊 有的属阴 那这些属阴的呢 最后呢 他都会汇总到我们这个人脉里面来 都会由这个人脉来掌管 所以说人脉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这个人脉 他刚刚我们讲到 他的这个巡行呢 他是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正中央嘛 前方的正中央 这个前方正中央呢 除了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很重要的血位 济海官员 另外我们这个人体的五脏六腑 他其实都是在我们人体的 这个胸部跟腹部嘛 所以说这个人脉 他的这个气机 人脉的气机 其实跟我们这个五脏六腑的气机 又是相连的 大家可能就是听过 这个经常生气呀 或者是一些妇女经常有忧郁症啊 其实都是 他的病其实都是在气上 那这个气的运动 他其实对我们人体是很重要 包括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这个气 就冲到我们脑顶上 就是 怒发冲冠嘛 就其实都是这个气 他的这个气乱掉了 所以就是说 那在我们日常的保健中 如何让我们这个气机 让这个气的运动 恢复到正常就变得很重要 那在让他恢复正常之前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的 这个气正常情况下 是怎么运行的 我们这边就讲一讲 我们这个人脉 这条线上 也就是我们胸部 我们腹部 他这个气正常是如何运行的 就是这边提到 幻灯片上写的 这个气的运动 它是有方向的 它并不是 就是想怎么走 就怎么走 不是 其中 这个 在我们前半身 这个气的运动呢 它其实跟 气的运动方式有关系的 比较重要的是脾胃 还有就是这个三角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这边还是画一个图 比较清楚一点 先画中间 中间的话呢 它是有这个脾胃 这两个脏腹 这个是我们的中胶 其中这个胃呢 它的气机是往下的 然后这个皮的气机呢 是往上的 这个大家应该是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是吃东西 会发现 其实我们不用费劲 就稍微一吞咽 食物就下去了 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呢 其实就是因为胃在帮我们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胃 想象成是一个负压 当你这个食物进来 并不是说我们那个吞咽的力度 力道有多大 把这个食物给压下去了 其实并不是 而是这个胃 它有一个向下的吸力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物吸下来了 所以说当有些人 可能就是觉得 好像吃东西不好往下咽 或者是吃一点东西 就喜欢打嗝 这种情况其实都有可能 是这个胃气 它不往下降了 我们正常的呢 胃是要往下降了 这样吃东西才会通畅 那有降自然就有生嘛 因为天地之间 我们就讲究这个平衡嘛 而生的话 谁生呢 就是我们这个脾是要生的 脾是要生的 而脾生 它是生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生着我们营养物质 我们吃了这些瓜果蔬菜呀 它一定会变成我们这些水谷精微 也就是变成我们所需要的什么维生素C呀 维生素D这些营养物质 它都会是一种弥散的小分子的状态 那这些东西呢 它就是有 这个时候呢 就是由脾来工作了 脾呢 会把我们这些变成的分子状态的 小分子状态的这些营养物质 给它生上去 生到哪里去呢 生到我们的肺 只有生上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才 我们才能够 我们上方的这些五官啊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 嘴巴呀 耳朵 它收到这些营养物质之后 它才能够看东西 听东西 因为看 不管是看书啊 或者是听东西 其实它都是需要能量的 那这个能量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脾 就是从我们食物来 那就是由脾 生上来的这些营养物质 生到我们这肺里面 所以我们才能够听 我们才能够看 这个是 一个生一个叫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而且这个很小的部分 它刚好位于哪里呢 就位于我们的宗教 位于我们人体的正中间 它同样还是在我们这条 人脉前正中央这条线上 然后这个是上方 这个 这个是中央 然后之后呢 之后就是 上面刚刚我们提到 脾是把营养物质 升到肺这边来嘛 那肺它接收到营养物质之后呢 它其实是要降下来的 肺要降下来 除了肺降下来之外呢 其实还是有心 上面 上面我们 大家就看我们自己人体就可以 我们在我们的肚子中央 就是大概是有脾胃这些脏腹嘛 在我们人体比较考上的地方 我们知道心脏在这里 在胸腔里 还有我们的肺脏 它都是在胸腔里 所以上方呢 是心跟肺 那心跟肺 它收到了这个脾的营养物质之后呢 它的这个气是要降下来的 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中央的这个平衡关系有关系 因为心跟肺已经最高了嘛 它一定是要往下降的 这个降下来之后呢 那降到降到哪里去呢 就是降到我们的这个肝肾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下降了 降到这个肾这个地方来之后 它其实就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肾 甚至我们人体的先天 那这个时候 它其实就可以补充我们的先天了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脾胃呢 是我们的后天 那这个后天如何养我们的先天呢 就是吃东西 我们要按时吃东西 要吃的有营养 然后这个营养呢 上升到心肺来 然后呢 心肺再把营养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来滋养我们这个先天 这个就是一个后天养先天的过程 这个是肝肾 那肝肾它的这个气肌又要怎么样呢 它因为它已经在最底下了 这个时候它就要升上去了 所以肝肾的气肌是要升了 往上升 这样总结起来呢 我们这个气肌呢 它其实是一个小圈 是一个大圈里面呢 套着一个小圈 中间呢 是胃是降的 脾是升的 然后上面的心肺呢 它是降的 然后下面的肝肾呢 又是升的 我们人体这个气肌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我们这个 做这个人脉的这个经脉通畅上呢 我们就要记住这一个 记住这个正常的生理情况下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 把我们那些不正常的气息 调到这个正常的状态 我们那些可能就是像一些 比如说新火 新火在上面不降下来呀 或者是说吃饭容易打嗝呀 或者是说皮不生 容易拉肚子啊 这些都能够得到环节 我们来看这个后面 这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是生理的这个状态吧 就是说如果这个生理的状态 如果它不正常了我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这个心肺呢 它是在这个最上方的 如果说这个新火 它如果不下来 这个新火如果不下来 它其实是会烤我们的 就是这个新火它是 这个新火如果它不下来 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肾水里面来 就是有一些患者就表现出来一些口苦啊 还有就是脸红啊 面红啊 包括一些人可能就是表现出来这个肢体 肢体发烫 它会跟像我们看病的时候 病人一般就是描述说 好像就是有火烤 火烤这个皮肤的这种感觉 那这些患者呢 他还常常表现的就是一些失眠的症状 那如果这个火不下来的话 那当然下面那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肾水就会太寒 那在下面的表现呢 一般就是患者会描述说 他的脚会比较凉 就是上面呢 觉得脸红 然后心情也不好 也很烦躁 但是下面呢 脚肉是凉的 那小便的颜色 可能也比较赞 比较多一点 这也是心火不下来 然后 那如果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这个 我们这个脾气 如果这个脾气 它如果不生的话 不生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东西 布散到我们的四肢啊 还有就是布散到我们的五脏六腹 那患者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 患者就是一个没有力气的状态 就是 总是很懒懒的 另外呢 就是 我们这个脾呢 它原本它就是一个湿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湿的气 这样一个湿的气 这个脾如果不生呢 它是会有这种湿 烟气 烟气有余的表现 这种湿气的堆积 就相当于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人体显环成M棉花 如果说我们这个人体 这个棉花都用这个水蒸气 都用这个水气浸湿了之后 你一定会觉得很沉 那患者他就表现出来 就是觉得 很累 四肢好像就是没有力气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另外呢 如果有湿的话 另外患者还会表现出来一些 比如说下力呀 拉肚子这些表现 这些都是有可能是由我们这个气肌的溺乱所导致的 那不管是哪一个气肌的溺乱 我们呢都可以用我们下面讲的这个 这个按摩的手法给它调整过来 调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这个调的过程 它也是有一个顺序的 因为气肌的气它运行的这个方 它的这个运行原本就是一个有顺序有方向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按摩手法 它也一定是一个有顺序的过程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调的就是患者的中交 我们选取的穴位是哪里 是剑里穴 剑里穴它在哪个位置呢 就是大家找到自己的肚琴 然后肚琴之上呢 就是我们的旗上三寸 这个旗上三寸是怎么定义呢 我们这个可以找简 我们这边还是画一个人形 我的这个绘画技术很差 大家就各位前线就请体谅 这个地方是有我们的锁鼓的 然后在这个锁鼓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窝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胸骨圆嘛 所以这边大家摸到自己这个喉咙最下方 喉咙这个胸骨上方这边是有一个窝的 从这里开始 然后到这里 大概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是哪里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剑突 其实就是我们胸骨 在正中间有一个胸骨嘛 就是我们胸骨结束的地方 它们的这个尺寸呢分别是9 然后这个是8 这个比例不太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肚脐 然后肚脐下方呢是我们的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骨性标志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尺骨 这个是985 这个是我们分别的尺寸 那这个剑里靴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就是把我们的手一合 手一合的话 四个手指并在一起 最长的那根线 最最宽的那个位置 它是代表三寸 所以说可以就是在我们这个 肚脐 然后上面一敷 就是我们四个手指一合 我们这个叫一敷 术语上一敷 那它就是刚好是我们的建立学 但是这种只能是简面找法 如果大家想找的更精确一点呢 那就是把我们这个八寸 然后分一半 然后一半的下方稍微一点点 就是我们这个建立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一敷法呢 它是我们这个中医里面 简便取学常常会用到的 但是有些人呢 他可能就是长得四肢比较长一点 但是这个中间这个躯干这个位置 可能稍微短一点 那这样就不太准确 那有些人可能躯干的地方 找的长一点 那这个四肢短一点 那这样也不太准确 所以说在躯干这块 在临床上我们找屑 其实我们是分开的 这边就是985 然后我们去按照这种 这种就是 就比较喜欢分一半 然后来找 但是如果就是大家必然的话 我们就直接一敷法比较简单 找到建立学就好 那找到这个屑位 在屑位之后呢 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我们先看一下文字里要说 他这个是用左手 先用这个都是指的我们这个 那个医生 医生的左手呢 抵住患者的剑突 这个剑突在哪里 就是刚刚画给大家的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胸骨结束的地方 大家就想 从我们这个喉咙 这个 这个 这个胸骨上窝 开始往下摸 他就摸到 都是骨性标志 摸到下面 没有骨头了 这个就是我们剑突的位置 那先抵住我们这个 前线有问题吗 OK 没问题 我们继续了 先抵住这个剑突 左手的拇指呢 是抵住这个剑突 然后右手的中指 在我们这个剑里 学用钠这个手法 然后做这个按摩 然后大概呢 就是做上两分钟就可以 频率也不需要太快 这个钠法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 它这个钠法是这样的 可能大家各位前前看一下 我这边演示一下 我可以把自己定在 我可以把自己定在屏幕上吗 我这样展示好了 这个钠法的这个操作呢 就是用我的胳膊 就是用我们的中指就好 然后呢 就是这样做这种 就是用这个手腕的这个摆法 用这个手腕的摆法 这样来操作就好 这个力度并不需要 就并不需要很大 就轻轻的就好 轻轻的就好 这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古代 古代就是大家都不是签字嘛 都是按手印 就是把这个燕泥 这个中指呢 沾上一点点燕泥 然后呢 就是在纸上 让纸上每个位置呢 都沾上我们这个 中指上的燕泥就好了 这样一个操作 并不需要太大力 轻轻的就可以 大概按上两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第一个步 第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先 找到患者的剑突 找到患者的剑突 然后用这个左手的大拇指 然后按住这个剑突穴 然后右手呢 用这个中指 中指的话呢 如果您觉得中指的力量不足 您可以用这个 把这个食指搭在它上面 这样的话力道会稍微大一点 因为一个手指毕竟力道有点小 然后呢 把这个中指呢 刚好按在我们这个剑里去的位置 然后就这样轻轻的做这个难法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很容易操作 站位的话 在中医里面 它站位 它其实还是有讲究的 就是最好是可以站在患者的左侧 一般我们做这种推拿 现在这个推拿属于脏腹推拿 尤其是这种脏腹推拿 它很讲究一定要站在患者的左侧 至于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基本上临床经验吧 就是这样的话 是临床效果好一点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 其实就有可能是 在中国国 中国的文化 其实它是以左为尊的 就是左向的话 它是要比右向高一点嘛 所以它这个推拿的操作 它也是在左面进行 我们站在患者的左方 左侧 第一个就是按建理学 底床建图 然后按然后建理 各位千千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纳法 我们不用太急 就是左手 大家各位千千都可以演示一下 做一下 就是左手拇指呢 然后按在我们的家人的建图 建图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右手呢 就是这样 右手 然后食指搭在我们中指上 然后呢 这个中指呢 要刚好定位在我们建理学 然后就让我们这个中指 做这个摆腕的动作 用我们这个手腕来带动这个手指 这个也不需要用肩膀的力量 就手腕带动它就好 就是这样一个左右的 一个拉法 这个还蛮简单的吧 可以吗 就基本上维持上两分钟就可以 用太长 好 那这个纳法 建理学按完之后呢 同样还是调中 还有另外一个学 叫做蓝门学 这个蓝门学 操作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换了一个穴位而已 这个穴位的定位在哪里呢 是7上0.5寸了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有这个 一幅法可用了 直接就是 我们肚脐上来稍微一点点 那一寸大概有多少呢 可以给大家 给各位浅显一个概念 一寸基本上中医我们的一寸就是 我们的大拇指 大拇指 这个 第一横纹 第一横纹 这个就是一寸 那0.5寸就是它的一块 所以说就是我们肚脐上 稍微上一点点 大概也就个 两厘米的样子 提上0.5寸 然后呢 就这时候同样还是抵住这个剑突 然后做这个纳法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我们左手的拇指呢 抵住剑突 然后右手呢 同样还是刚刚那个姿势 然后食指呢 搭在我们的中指上 然后把这个中指呢 定位在我们的 现在应该是 蓝门 这个穴位 7上0.5寸 然后做这种 百万的工作 然后左右 左右 同样也是纳上 两分钟 很轻隆 因为它是一个调气机 如果要是想让它 就是 效果更好一点 其实您可以就是 保持这个 做的这个环境要很安静 就是没有人打扰 另外呢 患者的这个心情也是很安 就是很 就是很平静的 不要可能就是 那我想 我工作好像还没有做完 就他的这个心情 一定要静下来 另外还有就是 您可以让患者 把他的这个意念 然后集中在您 按的那个血位上 这样会比较好 或者是可以让 他的意念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他的双腿 这个位置 双下肢 那么调完这个中胶之后 我们刚刚讲那个 讲这个气机的时候 我们有讲 这个中胶 它是有这个 气机 中胶是我们人体气机 升降的枢纽 它在正中胶 中央 中央一般就是枢纽的关系 胃呢 是降的 然后脾呢 是升的 调完中胶 接下来我们要调的 就是这个下胶了 这个调下胶的时候呢 它同样也是有 有抵住一个位置的 这处它抵的是哪里呢 左手拇指 它抵的就是蓝门了 那按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石门穴 石门嘛 门嘛 那当然就是 开门了 你要把这个门打开 因为下胶的话 我们认为 下胶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下水道 就 你吃了这些东西 那一定会产生废物嘛 不管是 我们吃的这些 吃的就是瓜果蔬菜 比如说那些纤维啊 可能我们消化不了 还有就是 产生一些毒素 那你一定要用水液 把它冲下去排下去 所以说这个下水道 一定要通常 下水道怎么通常呢 把门打开就好了 所以我们按的地方 就是石门穴 同样的操作 还是就是 左手拇指 首先第一步是 我们站在患者的左侧 然后呢 左手拇指呢 这时候按住的就是它的蓝门穴了 然后右手呢 就是同样这个姿势 把这个穴位放在 把这个中指定位在哪里呢 定位在我们的石门穴 然后做这个 必用百万的动作来做这个纳法 不要太重 旗下两寸 基本上就是 刚刚我们说这个 它是一个985的关系嘛 那基本上就是把它一分为二 然后在上面稍微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的石门穴 但是这个穴位其实大家 按一按就好 千万不要随便扎 因为石门穴 它 在中医上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能够 就是 它不是治疗不孕不孕的 它是防止怀孕的 就是它有绝育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这个穴位千万不要随便扎 但是按摩还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下胶调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调一下这个 上胶 这边不好意思 这个 我们就开始调 调上胶 调上胶 调完这个下胶呢 我们就开始调这个上胶了 调上胶的时候呢 我们 调的是哪里呢 我们是这个 按摩的是弹中这个穴位 弹中穴 跟刚才的操作一样 同样呢 是我们这个 站在患者的左侧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 左手的拇指 按住患者的这个胸骨上窝 这个地方有个穴位 叫做天吐穴 其实就是在这里 大家摸自己这个 这个胸 正中央是一口胸骨嘛 然后胸骨这个上缘 这个地方天吐穴 然后我们就用 左手的拇指 按住患者的天吐穴 然后右手呢 就是中指 这样按着患者 这个调中穴就可以 这个调中穴呢 它是在这个 两乳正中间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谭中穴 那如果说是男性的话 还比较好找这个点 但是女性的话 可能就是用这个985 这个方式比较好找 那就是胸骨上窝 天吐穴跟这个健吐中间 那刚好是4.5 再往上一点点 就刚好是谭中穴 这样的话就定位出来 我们这个谭中 这样呢 就是同样也是按摩两分钟 所以说这三个 这三个应该是四个穴位 这四个穴位按完之后呢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 调理我们这个三胶气急的 这样一个功效 中胶呢 你是要喂酱的 因为食物我们要吃进来嘛 这个 它是一个受纳的功能 就相当于把食物 它是吸下来的 它要做到这个 然后这个皮呢 那你又要把这个营养 给升上去 那升上去之后 我们才 大家才有精神 有能力 有这个能量 然后去做 做好我们的工作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下面我们调下胶呢 它就是这个下水道 一定要通畅嘛 像我们的 不管是这个 身体的一些毒素也好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糟粕也好 它都是要排出去的 它要保持通畅 这个上胶的话呢 上胶的话 它就是保持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素 这样的功能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三胶比较通畅一点 关于这个 这个整体的这个 按摩的这个流程 各位前嫌有清楚吗 还用我这边再重复一遍吗 我这边再重复一下好了 我这边再重复一下好了 其实就是一个三胶的这个契机 其实调的就是先调中胶 然后再调下胶 然后再调上胶 然后调中胶的时候呢 我们是调了两个穴 第一个穴呢 是建立 然后第二个穴呢 就是我们的蓝门穴 然后建立 但是他俩同样都要按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剑突 所以就是第一步 站在患者的左侧 然后呢 左手的大拇指呢 按住剑突穴 然后这个 中指呢 首先先定位在我们的建立 一些七上三寸 然后就是做这个难法 基本上两分钟 然后这个难法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轻柔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要不用太重就可以 然后这样大概按上两三分钟 然后建立就按完了 按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蓝门穴 同样这个大拇指 还是定位在我们的 底柱患者的剑突 然后呢 把我们的中指 放在我们这个蓝门穴上方 蓝门穴的地方 七上0.5寸 做这个难法 同样是做这个难法 这样做 然后这样做完两分钟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通我们的这个下胶了 下胶通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左手的大拇指呢 是要按住患者的 这个蓝门穴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中指 是定位在我们这个 石门穴这个地方的 然后同样是做一个难法 这个做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悬上胶了 上胶是一个 上胶其实就相当于 在美国这边 他们那个浇草地的嘛 就是他这样一种不散的状态 他就好像阳光 他都是洒下来的 他都是把这个能量洒下来的 我们要让上下达到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体积的状态 那我们大拇指呢 抵住的是我们的天突穴 也就是 也就是这里 也是这个位置 然后抵住这里之后呢 然后我们的这个中指定位在哪里 放在我们人体的谈重学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就是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通畅三交的动作 就做完了 然后 这个前面 我们就弄完了 它是一个 让我们这个 让我们人脉保持通畅 人脉保持通畅 那人脉通畅完之后呢 都脉还要通畅吗 因为不能只弄一半 多脉通畅的部分呢 后学觉得很有帮助的 其实就是站桩 站桩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但是站桩 它其实是分很多学派的 后学学的这个是 马士奇老先生 他的这个站桩的一派 这个站桩基本上 不晓得就是 各位前行有没有站桩的这个经验 我这边讲一下 我几个要点好了 站桩 就是直立的嘛 其实就是只是站着 它并没有去 它没有那些太极拳 不管是24师还是 32师 它都没有 就只是一个站立的动作 但是它这边很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 后面这个膀胱筋 和这个肩外的通畅 首先呢 我们的这两个脚呢 它是要保持 正正直立的 它一定要是 就是一条平行线 而且多宽呢 跟我们的肩膀是一样宽 有些人可能就是站桩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喜欢站一个外八字 这个并没有 它马世奇这一拍的呢 它并没有 它就是 我们的双脚呢 它就是一个平行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然后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 这个膝盖的位置 这个膝盖呢 它是要求放松 但是呢 并没有弯曲 为什么放松又没有弯曲呢 因为我们正常人 如果处于一种 比如说我们就是高中的时候 或者大学的时候 军训 他让我们教官说 站直直立 就是立正 立正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膝盖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像后弯的 完全站直 大家摸一摸 自己这个锅窝的地方 其实它是很紧张 而且呢 是有一个 大概正直立的话 应该是180度嘛 那如果是处于完全紧张状态 基本上就190 185度的样子 那我们这个站桩呢 那你就不要让这个 后面的锅窝那么紧张 就让它放松下来 让我们的这个腿呢 基本上处于一个 180度的状态 它比较放松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站桩的人 感觉自己的膝盖是松的 但是外人看起来 我们膝盖并没有弯 这个是他的 这个膝盖的状态 为什么要这种状态呢 因为只有让 这个你把这个膝盖撑直了 然后呢 又是膝盖放松的 这样它气血流过去 才很通常 才很容易流过 这个就是膝盖 再往上走的话呢 这个其实就讲到它的腰部 它的腰部应该是它的重点 它的腰部是有两个动作 这也是它最难的地方 我们这个持骨呢 这个盆骨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嘛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吧 然后下面 进去是我们的这个尾巴尖 就是尾骨 这个是尾骨的状态 这个是后续画 画画真的是超差 这个这个是前面 这个是我们人体的正前方 这是前方 然后这个是后方 后续是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你的画 后续是你有分享画面吗 我们没有看到你的PPT 不好意思 后续这个部分没有准备PPT 后续只是经常会 OK 后续分享一下PPT 没关系 只是因为后续在想说 你说你画的很差 你是不是有在分享 我没看到 后续重画吧 后续这个真的是 把它超差 后续其实可以找一下 我们白水大学 其实是有这个软件的 人体软件 就把那个找出来 那个更简单 看一下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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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是先做的是一个抱臀的动作 就是让我们这个臀部的肌肉收缩 那在骨头上应该是 这个骨盆应该是向外打开 向外打开 我应该是 就是这里放一个手 然后这里放一个手 然后给它往外掰 往外掰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样才会让我们的这个臀部紧张 大家就是各位前前其实可以站起来 就是你让这个臀部紧张 您就可以想象这个我们这两块骨头是怎样的 它应该是一个这块向后 这个向后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呢 还有需要做的一个就是 这里是这里是我们的尾骨 这边是我们的尾骨 然后还有要做的一个就是 让这个尾骨朝上 肠上翘 肠上翘 但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它又只能把这个动作局限在我们的腰部 我们的腿不能动 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不能动 那其实就只有我们这个腰关节 或者是骨盆这个关节在动 怎么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呢 就是站的时间久了之后 会发现我们这个腰会松 那松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骨盆 它有一个 它可以有一个微动 其中的微动的方向呢 就是抱臀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让这个尾巴尖 给朝天往上这样一挺 这样挺完之后呢 在我们那怎么知道 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也很简单 就是各位前弦可以就是 站起来之后呢 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后背 会发现因为有我们这个 正中脊柱的存在 所以说应该是各位前弦的后背 中间其实是空的 因为我们这个中间是脊柱嘛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两边是肌肉 所以说这边其实是空的 会凹陷进去 但如果做完我们这个 坐跨的动作 就是刚刚这个抱臀 然后还有让尾巴骨 朝天的这个动作 会发现它平了 会发现我们的整个 我们这个手掌呢 其实是可以摸到 我们这个整种面积住 这个在马仕战状里面 它称为把命门打开 这是它的术语 就是把命门打开 因为它认为只有把这个 命门打开之后 那它的 那这个 你这个经脉才能够通畅嘛 所以说这边 就是 我们还是画一个小人 然后这边是颈部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身体 盘骨 然后 这个脚一定是平行 然后之后就讲到这个 这个腰部 就讲完了 要把这个命门打开 然后这部分倒没有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是肩部 肩部的话就跟其他血派也一样 也一样的 就是它肩部呢 是要下垂的 肩部要放松 然后这个头部呢 头部它是 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感觉 有一个人 就是在我们的头顶上 撑了一根线 把我们撑起来 这根线 它是挂在我们人体的哪个位置呢 其实是挂在我们的百会穴上 百会穴 百会穴 还有 如果觉得百会穴 百会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有定位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两块骨头 后面还有两块骨头 这两块骨头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耳后顽骨的这个位置吧 大概耳后顽骨的这个位置 所以就变成三条线 耳后顽骨 两边嘛 两条线上去 然后百会一条线上去 然后三条线 这样三条线把我们撑着 那这样撑上去之后 其实就是会变成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直立朝天 而是下巴 下巴呢有一点点熟 我这样一点点熟 后学可能看后学的视频 看后学的影响比较明显 就是我们百会穴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正常人站立的时候应该是 其实应该是这应该算是我们的最高点 这个位置算是我们的最高点 但是百会穴呢 其实是朝后一点点 大概朝后一点点 两个耳朵间朝上嘛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还有耳后的两个顽骨 所以就变成这样一条线 这样一条线上去 如果这个是最高点的话 那我们这个头部 它就不应该是正前方 应该是稍稍收下巴的 所以说 有一根线这样往上蹭着我 然后我的下巴呢 是微瘦的 舌头呢 是抵着上额的 所以就变成 上面呢 有一根线在拽着我 这个 这个是上面一个线拽着我 然后下面呢 刚刚 这个就基本上是它的 另外还有手势没有讲 这个手势的要点呢 就是 手势的要点的话 女生和男生不太一样 女生的话呢 一般是右手 右手在下方 然后左手在上方 男生就反过来 男生是左手在下方 右手在上方 那这两个手 它哪里相对呢 其实是我们的劳工穴 劳工穴在哪里 基本上就是我们 这样微卧拳 我们中指所在的这个位置 中指所在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 这个是劳工穴 那右手的劳工穴呢 跟我左手劳工穴这样 这样对上 然后再把这个劳工穴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官员穴的位置 官员穴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 这边还是我们的肚穴 然后 基本上官员穴就是下三寸 刚刚这边是五寸嘛 他官员就在下三寸 所以就让我们女生呢 就是右手对着 刚刚对着这个官员穴就好 基本上放的时候 就是大拇指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 稍微分开一点 这个手大概处于这种姿势 然后这个 这个上方呢 就是我们的肚穴 然后这样一放 基本上就把令门 基本上就把老公定位在我们的官员穴上 然后这样一步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势 所以手势呢 基本上就 都有了 那他会 站了之后呢 他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个感觉应该是 哎 向上呢 有下提着我们 然后这个向下呢 他 然后下面呢 他是有一个向下的力量 所以 有些人站庄呢 我看过最厉害的一个 就是站庄 庄友分享 他是站了12个小时的 他不会觉得累 为什么不会觉得累呢 因为像上面有人提着我们嘛 然后向下呢 哎 他感觉是一种 刚刚那个坐胯的动作 其实他是一个坐在椅子上的感觉 所以上面有人提着 然后下面又坐在椅子上 当然不累了 站12个小时都可以 所以形成的这两个力量 刚好是相反的 向上提着 然后向下 向下拉着 他们跟这个叫做 就是提胸 以松腰 把这个胸提起来之后 然后这个腰呢 他就会松下来 提胸 然后腰 以松腰 就可以体会到 两个不同的力 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上面呢 往上撑 然后下面呢 往下 然后讲一下这个松腰这一块 这个松腰这一块 刚刚它是一个坐胯的动作 做完了 如果 那就是各位前前站的时间 久了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 是从我们这个 这个 从我们这个 臀部 这个 这个重量 就感觉 他其实就是臀部开始 臀部开始 然后呢 他会感觉这个重量也好 或者是说 他这个经脉也好 然后就 就好像是这样两条柱子一样 然后一直撑 撑到我们的脚尖 脚跟 脚跟的位置 就是 这个就 我重画一个小时好了 这个是前面吗 这个是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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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刚刚有坐胯的动作 那就相当于从臀部开始 就相当于有两个 这样两条 两条经脉也可以 两条经脉 一直从臀部开始 延长到我们的脚跟 臀部开始延长到我们的脚跟 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血位 叫做尾中血 会感觉到 这个尾中好像 很粗这个位置 因为他这个血位比较大 他的停留的气血会比较多 所以就相当于后血站最感觉最强的一种感觉 就是最明显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觉自己的腿很短 因为因为就是就是直接就相当于直接上臀部 然后跟我的脚跟其实就连起来了 所以后学就感觉自己腿很短 另外刚刚还忘记说的说就是我们这个重量的分布 我们应该是把把把我们人体70%的重量是坐在我们脚 放在我们的脚跟上的 然后20%呢是放在我们的脚的侧边 然后10%呢是放在大拇指 但是这个呃这个这个分的这个分的时候 大家没有就是各位先生没有必要那么就是那么细致了 基本上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把我全身的重量放在脚跟就好了 然后侧边跟大拇指自然它就会有那种 它就它就会有那个配比 然后那样站出来的话 就会有这种 就是直接让我们的 好像是我们的下半身直接是坐在我的脚跟上的 嗯 这个是 后学就是站完之后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站状的方法 为什么会觉得他站状比较好呢 就是呃主要是体现在呃就是呃 呃后学这样站后学其实没有很那个很很勤劳 他就是呃大概就是呃一个月站上大概十来天 然后一次可能也就站20分钟也就站站那么长时间而已 但是站完站了一段后学站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就是后学就是把手这样一放就是这样这样来动的时候 后学就可以很轻易的感觉到后学这两个劳工穴 他之间是有那种能量的感觉的就是后学哎这样合上之后呢 他是有阻力的然后后学这样拉开之后他是有那种哎就是不想让你拉开那种张力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阻力然后这样哎就是就是这种气的气的感觉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后学的收获就是呃 真感后学站状之后呢扎针之后因为扎针是讲究得气的嘛 那是扎针站状之后呢后学扎针的时候就 啊扎针扎下去然后再行针的时候后学也感觉啊 后学的气场在跟患者做这种推拉的这种感觉 就是所以说这个呃 装工后学觉得还是就是对呃 人体是蛮有帮助的因为他刚好刚好他其实是疏通的是我们的后背的经脉嘛 所以就是让我们这个督脉也是保持一个通常 嗯啊当然这个呃站状他并不是一个呃就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可能就是呃站上嗯站上一两天可能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但是大概站上一个月之后哎可能站着站着就会发现哎 原来我这个肩是可以再放松一点的 他是会有这种感觉的然后后面呢还有就是站着站着之后可能会觉得哎 可能我知道如何做那个坐垮的动作了就是这个盆骨 他是一个往后就是一个抱臀的动作盆骨是这样往后掰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样往上撬的把我们那个一把骨给撬上来 慢慢的会有那种体肤 嗯OK然后 嗯啊后学纯后学纯后学纯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可能时间有点短嗯然后各位前线有没有问题了 嗯嗯 那郭医师请问一下你刚刚说按摩那个三胶的穴道自己帮自己按可以吗 嗯自己帮自己按啊也OK了也可以的但是其实还是不太方便因为后学有给自己也按过就是发现嗯好像有些知识还是就是做不做不那么到位但可以的嗯那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站庄有没有时间早上还是下午还是晚上都可以的 哦后学建议是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 站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太阳的阳气是往上升的嘛然后过了这个12点之后哎这个阳气就往下降了所以我们就取天老天的这个阳气往上升那我们是希望阳气更多一点的那需要站在太阳底下站吗 嗯嗯嗯嗯太阳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如果站在太阳底下就是最好是让自己的后背朝阳不要不要面对阳光 OK谢谢谢谢郭医生不会不会 嗯后学后学有听过几个案例了这当然不是后学亲眼那个亲眼见到所以说可以算是谣言嗯嗯就是后学因为有加入 他们这个战状的群嘛就是有些人就是分享自己其实之前是有癌症的然后就是西医呀中医呀他都有治疗然后效果并不好嗯所以就是一开始呢他是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就是没办法了就是战状试一试然后他是先在家人的搀扶下开始战状 然后就是因为他还正很严重吗自己都站不起来了然后后期呢就是可以自己站了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患者好像还是就是活了蛮多年的就是所以说战状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很有帮助从长远来说是一个很养生的东西 当然啊这个并不是鼓励大家说啊那我就是啊认识一些朋友就是不要做治疗了不是只是说这个还是一个啊啊很好的选择首先是哎呃他不需要吃什么东西吗啊另外还有就是啊就是不管您是什么体质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可能就是哎只是站上半个月一个月可能看不出来可能是一个长远 那请问国医师那个呼吸呢呼吸是不是要配合还是自然呼吸呼吸的话呃他们并没有呃就是并没有就是单独的讲因为像很多其他人的站状他可能是说哎你把那个意念放在这个官员的位置他们并没有强调就是说你就自然呼吸就好 但是后学后学后学呃因为球到了嘛所以就是后学会把自己的这个意念其实是会放到这个玄关的位置嗯呼吸你就自然呼吸就好也没有必要去俯视呼吸还是红综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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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听文师可以把那个站状再说一遍吗 呃呃呃呃站状的话呃可能就是谢谢哦不会 呃这个站住都可以 呃我们先画两个小人然后就是先画一个朝前的把鼻子画在这里就知道了 然后颈部 然后这个是 你还是要share your screen oh sorry 然后这边是下纸 首先从下面就应该是脚嘛 这个脚呢 它一定要处于完完全全的 就是直立的 就是一条纸线 我们看有一些其他学派的战状 就是它是会有一个外八字的表现 这个它不要 它一定要是一个前后平行的 完全平行 这个可能一开始有点难做到 因为后学 后学其实是站了一年多之后 然后再跟别人交流 然后他们说 其实应该这样站 但后学也纠正蛮长时间 然后才能够让这个脚完全直立 就是完全平行了 这个是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 还是涉及到脚的 就是它这个重力的分配 它是70%是放在脚跟的 然后20%它是放在脚的侧边 然后10%呢 它是放在这个脚趾 这个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 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力的平衡的 因为如果这边是70% 这个还是正中间 20%在这边 其实它有一种种向外导的趋势 那它就要把10%放在这里 就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拇指 扣在这个地板上 扣在地板上 就是抓地 抓地的那种感觉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有条件的前线呢 最好可以 穿一双比较厚的袜子 然后踩在草地上 这样站 因为在中意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 我们需要接受天地的 这个能力 天地的能量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 它就是一个接地气的 很好的接地气的机会 然后这个是脚 然后接下来就是膝盖 这个膝盖我们正常人就是 不过各位前行人 就是站起之后 就是站起之后 你站的就是 你站君子说立正 然后会发现我们 这个膝盖的后方 它其实是一个 很硬 首先它很硬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这个膝盖 其实是有一点点 稍后弯的 应该是大概是185度 我们正常直线 应该是180度 它是有一个向后弯 185度 那我们站桩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腿 摆到180度就可以 我们的膝盖呢 是放松的 但是外人看起来 你膝盖并没有弯呢 还是直立的 就是放松 其实就是为了 让我们的气血 过去的更顺畅一点 放松 然后到了这个重点呢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跨骨这一块 宽骨这一块 术语呢 它其实就是叫做 坐跨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把这个 坐跨动作给它 一分解之后 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 盆骨呢 就是这边不太好 它没办法画 它是朝外的 它是一个朝外的 这样一个动作 我这边画一个盆骨 这个是前方 这个是前方 这个是后方 那它这个盆骨 应该就是一个 这样一个方向 这样一个方向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抱臀的动作 抱臀 然后除了这个抱臀之外呢 还有就是要让这个 要让这个 尾巴骨 这个尾骨 要让它朝上 它现在是 它现在是有一点点朝上 再让它这个朝上的幅度 再大一点 这个叫坐跨 这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命门打开 可以把命门打开 命门打开的标志 其实就是 把手放在我们后背 一摸发现整个都是平的 中间 正中间 正中间 即使有脊柱在 它也不会空下去 它也不会陷下去 这个其实就是命门打开了 然后再往上的话呢 就是上面就 大家都一样 都是肩膀放松 然后另外呢 再往上头顶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 要让这个 有一点点收下盒 那怎么收下盒呢 就让我们摆回朝天 就好 就是这根线呢 不是抽在这里 而是抽在稍微厚一点的摆回 那这样它就收下盒了 这个时候就把我们这个 上方就把我们这个人 吊起来了 因为 顶天立地嘛 就把这个 就是吊起来了 那吊起来之后 它其实是有一个向上的力了 那下面呢 只要我们这个胸部 就是它这样吊起来之后 或者是头部吊起来之后 其实我们这个腰 它会松的 它会有一个向下的力 向下的力 然后这个时候 就其实是一个 就是基本上它一个 站状的姿势 基本上就这样 后学 后学 那个 在白水大学这边嘛 就是周一 还有就是周六 会在白水大学这边 就是如果前线 对站状有兴趣 可以跟后学 约个时间 然后后学可以就是 就是 就是现场指导一下 因为这样画图的话 可能还是 有一些动作不太到位 那郭医师请问一下 站状的时候 肚子就是跨这里 是一直在用力吗 没有 跨它是要松的 要松 对 他们这个站状 它其实很讲究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一开始呢 可能就是 我们说的这些动作 都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必要说 我爸好像没有做到 那我就一直要用力 比如说做这个抱腿的动作 没有必要 就是保持一种 很放松 很随意的状态 然后站的时间久了之后 自然就会发现 我这个腰可以自己动 就那个时候就理解 什么叫松腰了 那有人说要收腹提纲 是一样的意思吗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这个提纲的这个动作 但是后学站的时候 发现后学的确有收腹 谢谢 谢谢郭医师 我会 请问郭医师 你刚刚说那个膝盖跟 臀部 那个又怎么个摆法呢 刚刚讲是180度 那185度怎么看的 那我们站庄的时候是 郭医师是说要保持180度 那是 从前面看 从后面看 或许用自己的肘来做比较好了 就是当我们人体真正完全站直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摸后面的这个膝盖窝 摸后面 这应该是后面吗 摸这个膝盖窝 其实是很紧张的 很紧张 然后他其实这个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朝后 就是他其实 这个角度这样是180度吗 这样是180度 那如果再朝后一点点 他就应该是185度 那我们站的时候呢 就让你这个膝盖放松 让它放松 但是你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走 其实是放松的 但是呢 它并不弯 我们膝盖就是达到这样的状态 放松 但并不弯 请问一下 郭医师现在展示的 手肘的前面 是指膝盖的后面吗 膝盖的前面 这个就是膝盖的前面 膝盖的前面 看后面比较容易 你看我这个角度 其实他这个角度 其实就是小于180度 对 那现在指的位置是指 就是说 以脚来讲的话 那手背也就是说 是膝盖的后面吗 对 还是前面 膝盖的后面 这个是膝盖的后面 因为我刚刚这么展示 那这样的话 如果让我们膝盖 就放松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另外这样时间久了之后 应该是摸我们这个大腿 它应该是大腿前方呢 是很松的 但是后方呢 却是紧的 因为后方我们 站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就感觉 把这个腰部的力量 腰部的重量 直接就坐在我们脚后跟了 所以这个 其实它是有这个 两个柱子也好 或者是两个筋脉 就这样撑着 就好像从我们的脚后跟 一直撑 撑到了我们这个臀部 就这种感觉 所以后面是紧的 但是前方大腿 却是松的 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 蛮长时间后学现在 大腿前面还是有点紧的 后学站了蛮久的了 嗯 会是站庄每天什么时候 站比较好 嗯应该是早上 9点到11点的样子 比较好 哦这样子 你能看一下 我问了几个问题 哦 嗯 站庄每天什么时候 长痘痘 长痘痘的话 可能要分 这个要辩证吧 因为 嗯 长痘痘有些人可能就是 最常见的就是肺活嘛 可能就是 或菊花呀 桑叶呀 这些OK 但是也要分正性 分分分这个要辩证了 嗯 好的谢谢 黄斑病的话 黄斑病其实后学接触的很少 黄斑病可能就是 眼睛吗 嗯 这个后学很少 很少 没有接触过这个病 但是一般 眼睛的问题的话 嗯 就是多吃一些补血 然后就是清干瞑目的 就比较好一点 也是像枸杞呀 或者是 嗯 大枣 还有就是 那个菊花 这些都会有好处 嗯 请问郭医师 如果要调三胶的时候 顺序是要先从 按柔中胶 然后下胶 然后再上胶 那频率呢 一天 就是一次呢 做几次 来回几次 还是每一次 大概两分钟就可以 那多久 每一天做几次 他一个穴位 就大概两分钟就可以 然后一天 这个次数 倒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一天一次也OK 两次也OK 这个倒无所谓 嗯 好 谢谢 那请问郭医师 站庄的时间 你说九点到十一点 那如果这个时间没有站 像中午的时候站 或者是下午再站 有没有不好 或者 嗯 也可以的 站 就是只要你有站 就一定会有好处 OK 好 谢谢 你有一些 嗯 这边只是说一个观点 就是有些人 他是喜欢在午夜十二点开始站 因为他认为那个时候 就是阳气就开始涨了嘛 所以说他有些人会认为 哎 这个时间不管是站庄啊 还是打坐也好 功力打增 嗯 所以说 都也OK了 站庄也是不站好的 嗯 好 嗯 各位签线还有问题吗 后学准备的东西有点少 然后因为第一次讲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讲到不好的地方 郭医师请问一下 那您说站庄的话 是要在户外站还是在室内站 还是在太阳站比较好 后学觉得是在户外站比较好一点 而且呃 能够光脚站就最好了 就是而且把脚踩在那个比较干的土地上 就比如说一些干草啊 那些会比较好 这是最底下的状态 后学只踩过一次 发现真的是很舒服 呃 但是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在室内站也是可以的 嗯 那在太阳底下吗 是 是 但一定要让太阳照我们的后背 也不要照我们的前面 因为那样的话就呃 太阳也是照前面不太好 尤其是眼睛 呃 站多久都OK 如果是新手的话可以先从15分钟站起 嗯 啊 后学忘记说那个收工 后学忘记说收工 后学演示一下这个收工怎么做好了 就是他站完之后他并不是说哎站完之后我们就离开就好了 他这个站完站完之后呢 他应该是就是 呃 就是站了他这个眼睛他其实是有威逼的就跟我们 基本上跟我们打坐差不多就是眼睛留一点点余光大概20%就可以 然后呃呃那首先第一步就是哎慢慢应该是心理先有个准备 就是啊我今天差不多了我该结束了 先告诉自己这句话然后就慢慢的把眼睛睁开 然后睁开之后呢然后这个双手然后就垂下来 然后然后就开始深呼吸 然后这样 再加下去然后这样重复三次吸气 然后 呼气 然后吸气 呼气 然后就好了 就是把这个装把这个弓受一下 然后这个抬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手不要过了眉毛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不要过了眉毛 不要太高 那您说这是收尾这样子的话那刚开始站的时候要不要也像这样子打坐线呢 不用不用刚开始不需要就直接就是啊就摆好姿势就站又可以 另外如果是呃前前就是哎 可能就是后学站比较随性啊后学就是哎站一站啊不想站就不站了 那如果是各位前前就是哎 时间观念比较强一点可能就是哎我今天就站十五分钟 呃那您就呃可以定个零但是建议您那个铃声就是不要太吵 因为站中海是蛮静的就是您可能那个神都在那里可能铃声一想哎那个气会乱 所以就是可能可以选一下哎比如说我们撞钟的声音呢就是或者是敲目鱼的声音就是 比较就不会让我们吓一跳的那种声音来当铃声比较好 这样子最好在安静的地方站比较好 对对要要安静因为它还是一个气集中的 呃另外就是呃有一些呃我站中一些朋友就是 呃他是脚跟疼他最开始站中他是因为脚跟疼站的啊 然后他站了啊半个月之后发现哎脚跟越来越疼 就是啊他他其实是会有这种过程的但是那个时候不用不用害怕没有关系 就是再继续站就好了啊我那个朋友就是哎站了半个月之后脚越来越疼 然后又站站了大概我不晓得他站了多久但不会太久然后那个脚跟疼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然后他这个他站中是坚持时间蛮久的大概十来年呃 站了十来年之后哎这个脚跟疼从来没有发作过 然后后来后来又一段时间哎脚跟疼又回来了 因为脚跟疼他就是中医认为是一个肾肾的原因嘛 就是年纪大了自然这个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哎就回来了但是没有关系他继续站 然后哎这个脚跟疼还是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说可能就是不管是脚跟疼啊或者是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有胃的疾病 可能是比如说打嗝可能站状的时候哎这个打嗝打得更欢了 那个都没有关系他可能就其实就是机体在帮我们调理调整的过程 嗯可能会有这种状态 那腰疼可以站吗嗯我觉得腰疼站效果很好 也可以解除腰疼的症状 嗯后学没有腰疼但是呃跟后学一起站的一个呃前线 他站的时间并不久他可能才不到一个月啊 他是呃有腰疼的毛病 他是说站完之后觉得自己的腰很舒服 但他的腰疼还没有好因为他站的时间蛮短了 后学觉得这个疾病很很很 这个站状的方法很能够增强的就是补养器 那就是包括啊还有就是一些呃 腰疼啊脚跟疼啊这些都很好 效果都很好他在后背嘛 多慢阳气 就是让太阳晒后背 嗯嗯嗯嗯 后学觉得是对这个很有帮助的 嗯就是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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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医师那如果不会站的话 刚开始从五分钟开始站可以吗 就五分钟然后慢慢加加给我十分钟 这样慢慢再加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 嗯 五分钟这样子再站可以可以 呃另外后学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呃 因为我刚提到就是马士奇老师的站状嘛 其实各位前面去网络上搜索 会发现他很多站状的事情 如果后学刚刚没有讲清楚的地方 你也可以跟着就是马老在就是在 在学一遍 但是呢就是就只站基础状就好 就只站刚刚后学讲的那个就好 然后他有很多的什么动工啊 那些并不建议各位前前学 因为那个就需要很专业的人来知道 哦 因为而且还有体质的问题 另外如果站错的话会有副作用 蛮强的副作用 但是这个不会 刚刚后学讲的那个不会 什么样的体质都可以 即使站错也不会有大问题的 嗯 其他的不要尝试 谢谢 谢谢郭医生 请问郭医生 如果站中没有时间白天做晚上用电脑的时候 站着用电脑这样可以算是在念装装功吗 或者是对着电脑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嗯 就是白天因为有工作不能对太阳不能在屋外 在室内自己在工作的时候站着做 这样子可不可以呢 会有什么作用呢 嗯 嗯 这样也OK 因为 嗯 后学其实 认识另外一个就是老师 他 嗯 他站的虽然不是马士奇 他是练的另外一个 他好像站的行李拳 但是他练的那一派 他现在其实就很少去呃 打坐啊 站庄他很少做 但是他的功夫有长进 大家问他为什么长进 他说其实他在走路 然后站着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功用进去了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站庄 嗯 在我们平常比如刷牙的时候啊 还有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啊 其实都可以去摆那个姿势 都OK的 包括您电脑工作也可以 就是哎把电脑工作的话 可能手没办法 但最起码我们的腰 还有我们的膝盖 我们的腿 其实都可以成了一个姿势的 可以的 会有帮助 会有副作用 嗯 那就是随时随地站庄啊 可以的 可以的 嗯 OK 谢谢 啊 郭医师 后学想请问你啊 那站庄是有什么好处呢 嗯 后学是觉得这个站庄 呃 对后学的好处 其实就是后学很敏感了 后学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呃 我们因为是针究退拿班嘛 然后就是呃 师姐也有说啊 你们要每天站庄啊 也有让我们站 但是呃 啊 包括我们就是打太极拳都有 但是后学就一直不知道这个气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后学学了这个站庄之后后学很快的 和双手就是有这种气了 就是这个是对后学的呃 感觉 然后后学另外还有就是后学站的时候 后学最近才有这种体会 就感觉这个后背 就是感觉 那个后背嘛 然后就是后背跟衣服之间就感觉就那种气 就是痒痒的 然后在而且还是很强的很粗的那种气流 在那边动 后学是觉得这个庄工他其实是一个是增强氧气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调理气急 后学是这样子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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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个都是发生在后学身上的嘛 然后后学听到其他的就是呃 呃 很多他们就是马士奇那边的庄工 呃就是很多都是痴病 然后听到最传神的一个就是那个癌症患者的 但是这个只能算谣言了 因为后学没有听见看 嗯 嗯 嗯 就是让你的那个 呃 气血打通这样子 嗯 嗯 对对对对 嗯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